照片中患者的上下嘴唇 布满一个个黑点 看起来非常可怕 送到医院时还伴随剧烈呕吐 这是一种所谓的黑斑肠道息肉症候群 那这种病人其实最麻烦就是说 他常常会因为这个反复的肠套点 然后后来多反复开刀 引起短肠症候群而营养不良 而生命受到危险 黑斑肠道息肉症候群 是一种罕见遗传疾病 早期无特殊症状不容易发现 一旦确诊息肉常常已经是布满小肠道 医师表示虽然多数是良性肿瘤 但是仍然有引起恶性变异的可能 建议患者每两年就应该做一次 精细的消化系统内视镜检测 我们如果说有一些找不到原因的常阻塞 肠道出血然后腹痛 然后经过了很多检查都还找不到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考虑进一步做小肠的筛检 小肠构造弯曲迂回 所以要诊断小肠疾病相当困难 往往只能凭症状搭配其他影像诊断工具 近年来单气囊小肠镜的出现 可深入小肠内部完整检视 是患者早期发现治疗的福音